中华国中人本通学廊道改善工程总工程经费约956万 施工范围从黎明山路路段到女中路的人行道 整合透水铺面、绿美化、照明等等设施 在去年12月中开工,今年5月底完工 那很感谢我们的江市长事工所团队 替我们争取的经费来跟学校合作 由学校提供土地来施作这条人本通学廊道 那让我们这一个学校变得美轮美奂 那也提供了学生一个安全的上下课的通道 那更也让附近的居民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散步休闲的一个场所 等于是他们门前的一个小公园 这个我们黎明山路到一直连接到右侧的 这个女中路这边 把整个人本通道都打 这个廊道都打通了 这不但是让这个社区跟学校 做最好的连接跟非常 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联系之外 也让我们这个进步的城市 在这个活化跟绿能 跟整个结合的这个社区 进步的空间 是最好的展现 市长江中渊表示 施工所近年努力改善市区内的人本狼道 陆续改善男女中以及中华国中通学狼道 串联县政府完成的宜兰大学 以及宜兰高中的通学狼道 建构友善的人本环境 除了让学生有一条安全的人行道 以及居民的休闲空间 也能借此拉近学校和社区的关系 可以增加安全的通行空间之外 也能够让校园更加的一个美丽 然后在我们的使用性上 周边的我们民众 也可以来作为 这个休闲健身的一个场域 我们也希望说在宜兰市 其他的学校如果有意愿的 你在整理说你的校地空间足够 你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漂亮的安全通学路郎 也可以跟我们来作接洽 我们会跟县政府跟营建署 共同来争取金会来讨论 怎么让学校的美观更加的一个亮丽 安全的通行路郎 受到大家更大的一个欢迎 市长也强调 公所将继续努力 期许透过人本环境的串联 将宜兰城健康休闲 以及安全油漆的路径建构起来 人本通学路郎 安全又美观赞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之后